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网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9月5号,首先这里有社长雷敏旺 大家好 台湾地区许流山 早晨 大马sir马来金 各位网友好 纽西南以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我是嘉探生,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三台山冷气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齐国亦平经济反南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这一节就要讲下一些 违规要卖东西的事了,是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香港仲耻 这帮小子 有社运突然间心红 大家记得五月左右 19月疫情最深的时候 在外国扳道的口罩回来 我们要做一个网上企业,网上大亨 比王维基更强 其实就不忘初心,混水而已 但是他们原来是在那个口罩上写了个字 not made in china 结果就被海关告他了 喂,你那些什么自救口罩not made in china 你是港台生产not made in china 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 就禁了他 其实在五月的时候 海关已经执法行动 搜索了他这个众志总部 检获了935盒 每盒35片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东西了 结果就此就完结了 但是怎么知道 昨天 原来他们在偷偷地买 是啊 买了给那些黄店 找那些黄店笨 哦 还是之前买下的 没有人知道 可能是之前买下的100万个口罩 现在出不了货 原来就全部推给那间黄店 现在那间黄店被海关刷 没有人煲穿 有没有鬼 其实他可不可以扭的 not made in china这句 哦 slogan来的 假的 那不就不行 不过他有个解决方法的 就是用淘改液 拆掉个not 买了胶纸白色胶纸贴上去 已经可以了 淘改液都省了 要不就找个 黑黑黑黑那些 那些抹壳在这张纸上就整个 靠中ợ 推暴一个涉事的31岁餐厅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上次阿渣哥的餐厅好像也有这件事 这样啊? 阿渣哥反而没事 阿渣哥算是好命 未必的,可能时辰未到 但是现在海关在昨天又再去捉过他 因为原来这间餐厅应该仍然卖 有店员向记者说 这间店铺曾经卖过这些口罩 但是之后呢,这些口罩还没卖 但是海关就走了去这间餐厅 就说他们供应的口罩,包装盒与标的事实不符 要负责人录这个境界和口供 然后在这间餐厅走来走去 就带走了负责人就算了 可能他们是收到讯息 这间餐厅暗地里卖 要不然就不会无端端走去 走入这间餐厅,左手右手 那也是,可能都放射了 进去看过还是不行的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挺好笑的 就是什么呢? 这些黄之锋立刻就闪开了 货都散了 然后钱就分了 三个就解了众志 就卖给我们的 一退不了货还是怎么样呢? 那怎么办呢? 你说要自救口罩 喂,救了你而已 救不了我 我给你吃债这批货 然后原来 你这个玩到这样 原来不能卖的 那我没办法 可能想着偷偷地卖 这个就出了事了 其实这批口罩跟它的颜色一样 已经黄了 外观已经拉完 然后再出了新闻 芒香也做了节目了 你还跑去再卖的 那你是不是愚蠢呢? 其实是有办法的 你扔了个盒子散装 因为通常你这些口罩一大批 里面有一个十个 你就散装卖了 散装没有包装 其实是不卫生的 我意思是 我们现在有口罩买 它都是一个袋 密封口袋里面十个盒子 但是那十个盒子 如果你是十个散装买 你技术上要写明 在哪里出来的 在哪里刷出产 你就说做成在中国 就可以了 做成在中国等在那裡 那你一早说 一早在盒子里说成在中国 就可以了 是吧? 是 是 还有黄智峰 他宁愿是切了 撤回一批口罩 他都不会写这句 也许 是 用忍不了自己这句 那伤户就要想办法搞定他了 老实说 我是替伤户不值 是呀 真可憐 真可憐 是呀 真可憐 他少了一次 现在又要再给别人来过 就是中间是有些东西 如果不是会 那个海关都不会来 那很唏噓的 他这件事 大家试试 在那个店铺的角度想想 虽然 那这个自救口罩 就变成了这个 狠狠 自己狠狠 救不了自己 真是狠狠 那批口罩 名字就叫自救 是救啊 救到众志 代代平安 如果他们所谓怕港区国安法 可能呢 原来都是其中一部分是扮怕的 原来另一个原因 终于今天曝光了 就是可以走售 哦 这批口罩怎么办 黄之锋 我不知道啊 你问周庭 周庭说 问我 不知道啊 你问罗冠聪 他是通緝犯吗 我不知道 我帮不了你了 我们解散了 我们解散了 是解散了 但是 对于厂监 不是很惨 他32,725个 或者93万 他做了100万个口罩 他搬了100万个口罩 回来的 是啊 但还有一件事 他们要把这些东西 高度政治化 你试想想一下 有没有人 够胆 吃了这批这样的 不卖得出他的口罩 又不可以公开吠黄之锋 哦 你吠黄之锋 你一定是鬼 有鬼 是啊 你干什么 齐上齐下 现在对准政权 目标对准政权 不要骂黄之锋 一定要保护他 你再骂他 就叫做 破坏 破坏团结 大马尔 是 鬼到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 我们站在 嘉敬先生刚才说的 我们笑就笑 他愚蠢 按旧口罩 批评了 那没办法 那时候一腔的叫做热血 会觉得 哦 一定要买一批口罩回来 至构啊 黄人至构 谁知道 你 除非是这样 他不要 要钱 吃饭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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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变成一个商品 不要变成一个商品 是啊 送 但是他 我相信 可能他在做 但是 可能是海关收到封 所以去查他都未定 这个也不知道 不过我刚才计过 王之锋 他说 这个自救口罩 他说 成本价100元 卖给合作商店 他就搬到一百万个回来 那到底他是花了多少钱呢 我看过 大约是花了二百八十多万 至三百万 就是他说 他找了一百万个口罩回来 然后就打算散货 在网上又说 又说卖出去等等 结果在网上卖不到 不用说 搞到鸡毛鸭血 又是说成本价 在网上搞到鸡毛鸭血 那么 现在他要散货 散到给黄店 怎知道黄店都不行 也是解释了一件事 为什么黄之锋要到处 又说 又说海外线等等 喂大哥 二百多万三百万上身 是啊 很少数目而已 这个我就觉得你说错了 为什么呢 我要举个真正的实例给大家 他有楼有车 二百万算是什么 那倒是 在上面写一张东西 就说我要去外面卖广告 不够几个种 一百万找到 多写两三条 填一条数 我看到了 暂时这边商 这间黄店 被海关搜出这批口罩 现在就有条罪名上了 那边商 黄之锋 差不多时间前后 走去一间黄店 跟周庭撑桌子 为什么你不去这间黄店 也认识啊 这间黄店原来他真的在派口罩 对啊 所以才被警察 才被海关搜 对啊 还好意思啊 Homelang Kitchen 吃午餐 吃完午餐 哇 很厉害啊 鲜蚝汤 什么鲜蚝汤 这么搞笑 田朗 蚝油做的 不知道啊 叫了西餐来的 鲜蚝汤 然后田朗就配薯荣 哇 不怪你吃得变肥仔 安格斯 安格斯 牛肉汉堡 哇 肥仔 还有啊 鸡 鸡肉 鸡肉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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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都煮得很好吃啊 尤其是田螺焗薯蓉 真是 连薯蓉都煮得很入味啊 你看看 你就入味不得了 人家的地儿又吃得有骨了 现在 是咯 我在外面找个正经口罩回来派 海关都来找我啊 现在 说我的口罩不知道哪里来啊 人家多大事 不过 许刘山你说他吃得那么好 我记得几个月前 有些外国记者去访问王之锋 王之锋就整饰整水 带了个记者去茶餐厅吃 然后那个记者记下最后一句话 他说 哎呀王之锋呢 就这么说的 他知道如果我要去五星级大酒店吃牛扒都行 不过这样 就是不好看咯 那我们是一定要 咋咋咋咋咋咋 就是 即长毛 即长毛就算几发都好 都要这样一身 黑衣录 是啊 他常去脆画 脆画是最贵的 茶餐厅 我都觉得真的很贵 尤其是那个什么叉的东西 冰震芥兰 大家有没有见过 冰震芥兰 那碟真的吃到我 跟那些冰一样 真的吃到牙都震了 真的这么贵 冰震芥兰 因为素食 那个什么脆画 就不是太多可以吃 那就吃个冰震芥兰 贵到我 差点连冰都想吃到肚 长毛更高档 这个就是一件事 所以黄之锋这些 我真的害人不浅 就是你 出了一批货给人 接着自己就风流快活 是吧 周庭你不是说自己很害怕吗 是啊 有人跟踪他 又什么又什么 假扮害怕 周庭 这个我们最初都说 其实 他们那帮人 其实就没有一个真的害怕国安法的 你说他害怕不害怕 他绝对不害怕 真的不害怕的 他假扮到很害怕 只是要制造一些舆论而已 其实就是 如果他们真的害怕 应该收了一声 是啊 他们一点都不害怕 不过他们当然 他们为免 就是 众志的钱 就是会被人撬起 那他当然那些钱 应该是分了 因为他解散了个组织 那个组织是有钱的 那些钱去了哪里 其实就从来都没有人解释的 这一件事 当然了 我也不想冤枉他的 但是 如果他可以出来解释 解释一下 令到市民少些疑虑 看一件好事 希望他做回 孜峰哥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那时候他解散了那个靠岔 就是说 学民思潮之后 那时候 那时候大家有印象 他是为了选举而这样做的 这个人呢 为了选举 或者做议员 或者做什么 要议席 那些 就是什么都肯死 那时候都好像有说过 那些钱的下落 究竟是怎样的 这次就没有了 哇 就是呢 我看到这一句 我不知道 我们六位主持 应该都很有身有同感 那我读给大家听 其实之前一直都很想试的 不过那时候 只是大埔的店铺 对他来说 就有点远 有司机 有车 就知道 刚刚在大角咀开了分店 很久了 立即走去试 就是我想 我们六个都没有这样的行情日志 就说 不如 例如真BC和社长 你看 真BC和社长 两个 忙到今时今日 已经再无限情日志 一起去吃羊肠 加上鸡翼 记不记得 鸡翼只能回味 现在可以去哪里 你想一下 就是到处都去不了 澳洲的国境是封了的 就是你想一下 就是那个 就是 你还逍遥过 就是有实事要做的人 就是你们还说很害怕 有什么国安法 随时拉 还是怎么样 随时拉 应该躲在家里 还到处走 是不是 不应该大摇大摆 上Facebook 怕被人拉 哪里有人上Facebook 打那么多东西 说我去哪里打卡 是不是 又说怕被人跟踪 有人跟踪你 对 应该躲在二角 他大部分都是饮食 为什么他 王之锋 找到钱 他现在连 那小小虚偽 他都不什么 他当初说 有个鬼佬请我 请我吃 做什么 我去茶餐厅 假装 现在 现在是打卡 我都出不了国 又没人来找我 洗尽他 他现在是这样 很明显 黄之锋 如果有些责任感 其实应该这批口罩 要说回 处理究竟是怎么样 不要像那些热血公民 不退飞的那样 这批口罩 我们是不预计 你们会退的 这批钱 是他们 那时候是 救命 救命的钱 还是怎么样 没有了可能会 大崩坏 还是怎么样 是吧 什么产品 什么家产 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 那个严重程度是这样 所以拼那些人 就不会退货 我觉得 如果这批东西 有问题 而且海关 这样去调查过你 你真是违反了香港法例 你不退货不止 甚至乎 你解散之前 都没有将你的 蘇州 蘇州口罩 去处理回 叫那些所谓的黄店 自己捆了他 喂 这些什么人 还说齐上齐下 是吧 你真是自救 你给钱我就齐上 你自己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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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堕落 我们快堕落 你跌落 你跌落去就堕落 你这些狗来 那些狗来 放过去咬你 是吧 只不过是债 歌姬 歌姬都很厉害 你够胆不帮 你够胆唱我 我在立场写东西唱衰你的 我在Facebook 写东西唱衰你的 你看看他去大渣哥那里 写前半段是什么 那个黄之当 他是说 我去那间店铺排长龙 我吃不到 怎么债别人的名字 叫别人不要去别人的那间暴斗 因为别人可能是 你去到黄之锋 排队 黄之锋 那怎么我们一向都不让人 什么 讲规矩 要排队 可能那条气不顺 于是就找大渣哥搞他 是 可能说 我一会准备要去开会 国际线的 那会 是啊 都不可以先排 几百万上落 说到 喂 我为你争取民主自由 你也有份的 你应该先给我吃 人家有规矩 人家有规矩 有公司有规矩 他就怒了 怒了人了 所以就做一些小动作 就去找大渣哥出黄之当 大渣哥 是他的御用词 谭小环煮公仔面 快点叫谭小环 和我煮公仔面 煮饭 带着皇冠主 我说要 那个 香港小姐 拿那个拳杖 搞罗宋汤 给我 搞罗宋汤 那才是这样的 是不是 所以这帮人 这些就是人渣 尤其是买这个口罩 没有读他的人 一年纪轻轻 学到这么坏 心肠这么狠毒 这个人 有权力 那他会堕落的 权力使人腐化 老实说 就是他和许智峰 扔出去的盆栽 就没有分别 绝对是 腐烂了组织 就是这样 腐烂了组织 这些是 一阵味 就是 所以看到 我不知道 我不能看他 就是我不是说 搞错 我常常说黄之锋吃东西 还是怎样 不是说他吃东西 就是你说到 那个 其他什么手足 又在监狱很惨 还是怎样 你还好没有意思吃呢 是吧 你应该要 买完外卖 拿回家吃 不要被人看 是吧 他买开吃之后 你还要拍片 还要拍片 还要拍片 我现在做得好 你对不对得住 就是被人说 你喜欢吃饭头抽水 上台被人骂 叫你过主 是应该 我也是 我也是 可能在山顶被人围 都不无道理 当然 我们一件还一件 就是这单口罩 那些 有人这样硬 钓钓钓钓钓 当然 那个黄店 他这样再明知这批东西是有问题的 你还拿出来买呢 他不是卖 他说他是派 派 那拿了这批东西出来 都是 不好意思 他在楼上 他是没有说到这批是黄之锋那批 已知的是 那他不会说的 可能烧毁了都没顶 但是你都搞到人家一身矮了 是吧 不要搞这些东西了 所以没办法了 哎 真是呢 折舵 和快乐 真是两回事 越堕落越快乐 你越堕落 黄之锋就越快乐 那继续 好了 千万见到这个黄之锋 或者类似这样的饭 其实是和他无关的 大家都可以继续支持 不同的食店 那就最好了 那些什么黄店也好 定店也好 我都不是说不能去的 那自己去取舍 好了 希望大家到一人一个有口罩就最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